老保局公布了最新 老保老年年金勤领的统计 发现全台湾又增加了一名 可以一个月领超过 五万元的退休人士 好 目前全台湾只有两个人 每个月可以领超过 五万元的老保年金 一般每个月 每人平均月领才只有 一万八千八百二十四元 差距真的是蛮大的 因此就让民众好奇 他们到底是怎么办到的呢 现在就有专家分析 是因为投保年资比较长 还有延后领取 以及投保薪资额度 拉高到最高等值等条件 但是也要提醒大家了 因为老保的财务状况 相关政策在未来 都可能会再度调整 退休后 请领的老保老年年金 成为生活费用来源之一 根据劳工保险局最新统计 目前老保老年年金 平均每人月领是 一万八千八百二十四元 但有三千九百六十二人 每个月可以领到四万多元 另外有新增一名 退休劳工月领超过五万元 截至目前为止 全台只有两个人 每月领超过五万元的 老保老年年金 引起众人羡慕 为什么可以领超过五万元呢 除了投保薪资要调到最高级距 年资也要够长 他们分别达到六十年和五十年 而且到了可以领钱时 使用展延最多可以延后五年 将月领金额可加计百分之二十 每月大约可领四万九千一百九十六元 加上受贵老保年金设有 随着物价调整机制而调动 因此让他们现在可以月领超过五万元 年金的计算是以整个 就是你整个投保的这个部分来讲 最高的五年来做计算 大概都是快要退休的时候 才把它拉高 或者是说我有个坚持 不过专家也提醒 因为老保财务状况的问题 以相关顺色或计算方式 都可能做调整 想多领退休金的民众 可要密切注意 这杨宗彦 王秋明 台北报导